固定逻辑是你就在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它会跳一个这个画面 这个视窗给你 这个视窗的话 你就慢慢习惯 就是说它的逻辑是这样 它要一个TESTER TESTER顾名字 它意思是说 请你给我一个文字 你要算文字的数量 你必须要给 所以我刚才讲说 那你帮我去把B3的资料 帮我算一遍 里面到底有几个字 那它算完之后 它就给你结果 结果就10个字 各位没有发现 这个10记得前后一定没有双引号 如果有双引号 那就是10的文字 如果前后没有双引号 就是10的数字 数字跟文字是不一样的 OK 为什么要特别讲 因为这个很重要 很多时候我没有注意到就出错了 好 那我们算完之后 当然我就知道说 里面会有两个是长度不正确的 那你可能就要再去确认一下 你们填的资料是不是有问题 OK 那是不是多一个字之类的 OK 那当然旁边其实你可以练习一下 相关的函数 像LEN 其实LEN 底下还有个LEN B 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 延伸性 我是天一 文字类 你每个每个都可以把它看一下 其实它都有说明 那其实最大的差别 你会发现 传回文字 字串之 什么字元个数 就意思说算几个字 白话意思 然后底下的话传回 但是它是什么 后面多一个叙述 用于双位元主 字元主 双位元主 字元旗 感觉很饶舌 其实白话意思是说 用于什么 这意思是说 如果你用LEN B的话 它是算bytes的数量 如果你是用LEN 是算几个字 那你想用几个bytes 其实最大的差别 我们要按确定 如果你用LEN B 你可以试试看 得到几个 10个 对不对 但是我换一个 换这个 身份字号应该几个字 应该五个字吧 可是如果你用LEN B结果是多少 10个 对为什么 因为它是算bytes 也就是说 中文字的话 一律算两个bytes 那英文跟 数字一律算一个bytes 对 OK 所以 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差异 OK 然后 但是还有一个 例外 就是如果你的英文或数字是全形的话 全形也是两个bytes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问题就是说 如果将来你遇到这些问题 如果你都知道说 这个对应的相关的函数该怎么用 那你就可以有解决方法 比如说像 你希望把什么 把里面的字 假设有全形 比如说它打错了 假设它这个A 如果是换成什么 换成全形的话 比如说你输入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输入到那个什么 全形的A之类的 那你要把它转正确的话 那怎么转换 比如说里面不小心输入 全形的话 OK 这输入把它算了 这个地方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透过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看到 里面它有几个函数 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ASC什么作用 ASC这个函数 它是什么 将什么 全形 转为半形 有没有 所以以后我假设说 人家输入的时候 哇 有些人奇怪 明明一般习惯用半形 那有些人他就是 把你输入的资料用全形 那造成以后麻烦处理 因为全形字有时候 他不把它当成是英文字 他把它当成是一个两位元的字 那这样比对就会失败 那怎么办 你就怎么把它转回半形就好 如果颠倒过来 假如说 你希望把半形字 全部转成全形字的话 那其实 它有一个函数 你看看这底下有说明 BIG5有没有 其实是什么 将半形转成全形 有没有 这就有答案了 那你就有空的时候 反正你就是在 RUN一下下面 这每一个函数 它有每一个函数的用途 那如果你大概都RUN过 你就以后想来对 我好像有曾经看过 它是什么作用 那你就可以找得到 要不然的话 上面其实也有搜寻 你也可以把什么 这上面有没有 搜寻打个什么 半形 搜寻 他也会把所有跟半形有关的 函数帮你列出来了 这样来学习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全面性 不然的话 有时候你每次都只知道那几个 SUN VEVER 区 MINI MAX 学习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延伸性 它底下还有蛮多的 即便你没有用过 其实你也可以慢慢去了解它 不用担心 每个你都看得懂 而且很多你将来都会用到 OK 比如说像什么 MID MID的话就是 其实它全称应该是MID MID就是中间的字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解决另外的问题 MID 假设我们举这一题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字先抽离出来 然后它就是性别 可是问题我要过来的并不是数字 我希望把这个字 转换成男生或女生的话 当然这部分的话 就需要做两次 两次 也就第一次先把第二个字先抓过来 第一个动作 step 第二个动作什么 如果它抓过来的是1 那逻辑判断 那我就输出男 反之输出女 所以两个step 那两个step怎么做 我们先做第一个step 如何抓取这里面这个字里面的第二个字 那当然我刚刚讲过超乱函数 你可以用MID MID函数 MID 这个 那你不能用其他好像laps laps是从左边算 laps是从右边算 它刚好在中间 所以一定要用MID函数 按确定 那他会问你 问你三个问题 你要慢慢看得懂 第一个问题 tether 什么 试在哪里 ok 试在哪 反正这个就文字 文字在哪里 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 star 底线 number 意思是白话意思 哪个字开始吧 那就是从哪个字 从第二个字 所以就出个2 那这个是number chars是字 意思白话意思是几个字 几个字 你要抓几个字 一个字 所以1就ok了 那过来之后的话 他就帮你把第二个字 有没有 一个字抓过来 那当然如果你输入两个字的话 他就变成12 三个字就变123 有没有看到 底下都有 帮你 产生你要的结果 你可以预览一下 所以有的时候 先稍微看一下 右边 就会答案了 你不要 很多人我发现都不看了 按确定 错了 你一定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已经告诉你 你就错了 你还按确定 那当然就没办法 这个公式做正确 还有另外一点 请各位特别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 是一个什么 文字还是数字 文字 而且是文字1 它其实不等于什么 不等于这个1 文字1不等于数字1 按确定 ok 第一步 好 那当你向下填满的话 它当然就是都是数字 有没有 有些问题 不过 其实这个地方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可以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逻辑判断 那一般我的习惯是 我可以把刚刚的公式 先剪下来 剪下的时候记得不包含等号 把这个公式剪下 做什么 再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函数 所以待会要切到逻辑 if 如果 按确定 这个时候 我刚不是说剪下 我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这个是逻辑 如果什么条件 所以这个是什么条件 条件的话就是 如果当它等于 所以后面加一个等于 如果里面的资料 如果等于1的话 那我就输出男生 反思就输出女生 所以我这边输入一个男 反思的话就输出女 那你会发现它移开自动会加前后双以后 因为它一定要是文字 OK 不过有些会加 有些不会帮你加 然后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 全部错 为什么呢 有个地方出错 哪里呢 刚刚我特别提示一下 这个等于1 这个里面的东西是等于1 等于1嘛 但是 那个1 是文字1 所以 你将来要等于后面的话 你不能给它一个数字1 你必须 对 前后必须加什么 前后加双引号 如果你没有加双引号 结果 一定不对 但是 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 出错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我发现很多人真没有概念 我是直觉知道 是这样 但是我 经常看到很多同学 问的问题 都是不了解 原来在Excel里面 还会有文字跟数字的差别 然后呢 他把它拿来比 两个比 一比一定是不一样 他说不对啊 明明我看到的是1 为什么结果不对 因为它是文字 它不是数字 所以如果是文字 你就要后面等于文字的1 如果你给他数字的1 他结果一定是不对的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道理 所以按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就OK 另外顺便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常常有遇到1的状况 什么状况 有人说呢 因为后面那个数字 未来可能一种情况 就是你后面的那个数字1 是从别的地方查回来的 可能用V2函数查回来 但这个回来的一定是数字的话 也就是说呢 假如我不希望改后面 我后面不改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把前面改成 数字再来比对 如果我刚刚刚是 方法一是什么 把这边加前后双几号 可是如果我未来一种情况 我后面的数字1不能改 因为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资料 它固定都是数字 那我可不可以改前面 那前面怎么改 因为前面里面的东西 它会是什么 文字1 那我希望做一件事情 我希望把文字1 变成数字1 再跟这个比 那就会正确了 那你想说 有没有一个函数 它可以自动帮你转换 转换什么意思 就是把文字转换成数字 如果有 那刚刚这个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有没有 所以方法很多 不是唯一的 那可是你想说 有没有这个函数 有在哪里 插入函数 其实所以为什么我跟各位讲说 你应该有空的时候 把上面的函数 它能够提供的功能 稍微看一下 你就知道 那在哪里呢 其实基本上 不需要一个看 因为它刚好就在最下面 所以你刚好看到最下面这个 你就知道 原来 这个 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出要的效果 也就是说 未来你的数字 这后面不能改 它已经固定了 它就是已经给你的数字 那我怎么办 没有 我把我原来文字转换成数字 再加它比 对不对 可以 那怎么转 记得用这个value OK 那value怎么做 譬如说 它就讲 将文字资料转换为数字资料 其实做法很简单 你就讲 如果不用刚刚那个方法 方法2的话 那就是不改这里 我改前面 那前面怎么改 外面包一个value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打一个value 前刮混 然后再到后面 等号前面加个后刮 意思是把它刮起来的意思 它就会 这个动作就是把文字1变成数字1 之后再跟后面比 那会不会对呢 按确定看一下 向下填满 也会是对的 有没有 不过这个地方 只是 特别会讲是因为 未来很多地方 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如果你不会value的这个函数 那你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 所以我们刚刚只要用到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是middle me的函数 一个是if的函数 那另外呢 再补充说明一下 那个文字跟数字之间是不相等 那如果说呢 你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的话 那很容易查到的结果 得到的结果就是错误的 那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转换 假设把文字要转数字 那记得用value这个函数 那就可以帮你做转换 而且还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地方 不会这些 真的 你的结果就是 会是得到不对的结果 那奇怪为什么 明明我看到的就是对的 为什么做出来就是不对的 那就是你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你的形态 知道形态是有错误的 试一下这个部分